嗨 各位 這次平衡性調整的內容呢 他們有先釋出 所以這個影片就來跟各位一起看一下 總共調整了些什麼 那一下有部分的畫面是在測試服裡面錄製的 所以實際上面的情況還是請各位 依照之後正式服的更新為準喔 首先第一個是比特8號的調整 比特8號的配件金手指使用之後呢 終於再也不會破壞掉他的大招了 所以之後比特就可以多利用他的配件 去幫忙隊友擋一些子彈啊 或是去做一些奇怪的操作了 比特配件的改動其實3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有蠻多人在敲玩要這麼改了 所以現在終於算是有滿足到一些部分玩家的心願了 第二個是保麗的改動 保麗的大招無限倡影的分佈位置將會變成固定的 也就是跟低大的普通攻擊一樣會變得比較好閃 以後也不用再看自己的臉去躲保麗的大招了 這個改動對於保麗來說算是一個不小的nerf 然後保麗的另外一個改動就是他的配件 緩速的範圍增加了25% 然後他的緩速時間從原本的3秒鐘變成了4秒 以前的保麗就算開了武裝之後呢 還是很容易被對手給直接衝過來敲死 例如說開了配件的甲擊 或是比比都可以直接印上保麗 所以這次配件的範圍變大 而且持續的時間變長 算是大幅提升了保麗他原性的自保能力 第三個是比爾的 比爾他的配件緩速範圍也被提升了20% 而且我前幾天在直播上面一直抱怨 比爾他的配件叫出來是在身體的後面不是前面 所以很難在第一時間擋子彈的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平衡性上面也做了一些改動 以後的比爾配件叫出來的時候 會在自己的上方出現 而不是原來的後方 雖然說蜜蜂罐這個配件的血量還是只有1000滴 不過就他範圍變大開好可以拿來擋子彈的這兩件事情來看呢 比爾他又變得更強啦 第四個是布洛克的改動 布洛克的時候的大招也變得跟前面提到的保麗一樣 他的散步位置呢也會變成固定的 這個也算是一個nerf 以前的布洛克可以既有開大之後 往前走或是往後走來調整大招的密集度 那現在不管怎麼走呢 他的飛彈散步位置都會是固定的喔 第五個莫提斯的配件在使用的時候 終於不會是不能移動的了 現在的血鬼普攻階配件跟以前比起來 真的是超級超級的順 算是對血鬼在現在版本 非常不友善的一個小小buff了 不是覺得整體影響其實不會到非常的大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玩家 都已經算是有點習慣 血鬼開配件的那個卡頓感 就我個人覺得 血鬼這個的改動 對於他整體的影響 其實應該是還好的 再來是木桶 他的配件也可以在使用的時候移動了 而且配件只要打中敵人一發 就可以恢復四分之一的大招充能 但是他配件單發的傷害 從原先的700滴降低為400滴 這次木桶的改動可以算是非常的大 配件除了可以邊動邊用之外呢 只要打中敵人就可以回一大格的大招充能 看起來木桶也會是在這次的更新中 再度崛起的一隻角色了 第七個是爆破麥克的配件 木桶的配件都可以邊移動邊用的 麥克的就沒道理 在這次的更新是不行的 所以這次的改動也是把麥克的配件 變成可以邊移動邊用的 雖然說整體對敵人的影響力 可能還是沒有這麼的大 但是至少不會跟以前一樣 開了就是等死 最後一個平衡性改動是小辣椒的配件 辣椒的配件算是整個大改了 原本他的配件是射4發子彈 現在改成只能射1發 但是同時有附帶擊退跟緩速的效果 傷害的部分則是從原本的單發400滴 被改為單發100滴 那實際上會是舊版的比較強呢 還是新版的比較強 這個可能要等各位玩家自己去實測之後 才會比較知道 那看完了平衡性調整的內容 接下來要給各位看的是 未來通行證的一些畫面 這次的通行證名字是塔拉的市集 裡面的獎勵目前官方是說 還會再做一些調整 所以現在看到的獎勵 跟未來正式服裡面看到的 應該是會有一些出路的 右上角可以看到開啟剩餘寶箱的這個按鈕 這裡面應該就是各位玩家 原本的大寶箱跟小寶箱了 未來的寶箱會被改成 只能從計票裡面才能夠獲取 換句話說也就是 被官方限定能夠獲取寶箱的數量 所以之後的新角可能就比較難 在第一時間就把它升到10級了 那計票任務的部分 只要達到300杯總杯數 就可以在榮耀之物裡面解鎖 目前測試服給的任務只有一個 就是拿來給各位展示用的而已 通行證價格的部分則是有兩種 一種是原先的170寶石 另外一種是250寶石的通行證 250寶石的這個通行證 是可以拿來提早解鎖一些等級的 這種通行證的模式跟其他遊戲比起來算是類似的啦 就是可以用寶石去解鎖一些等級 目前在測試服務裡面 解鎖一次等級是30寶石 而且不限任何等級好像都是30寶石喔 因為要升域後面的通行證等級 就需要更多的小代幣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花寶石解鎖的話呢 已經說會建議等到計票要結束了 再這麼做才會比較好 那以上就是平衡性調整和計票的內容了 平衡性調整的部分呢 在這一次都還算是有朝著不錯的方向去做調整 但是整體的改動呢 並不算太大 像現在當前非常強勢的狗角芽芽 他們就沒有特別去下修 計票的部分因為是只要170寶石和關係 可以用寶石去買的這一點 其實還算是蠻佛心的 至少讓我的錢包均還能夠再扛一陣子喔 那這部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就明天見 掰掰